请掀开金本 诸咒神 祭颂第一首看齐 二十世线宫殿诸咒神 成佛威力 侯管一切诸咒神众 二十世线宫殿 这一段是设计仪 在前面我们读过很多了 这样的经文在《华严经》里面不断地重复 它的意义非常之深 不断地重复就是不断在提醒我们 让我们等着学习 试出世间法 教学这个真实的意义 无过于人与人的相处的关系 只要把人与人相处关系做好 这一切圣教功德就圆满了 所以世尊 在教导我们的时候 经典 在弟子们积极的时候 不断重复 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里面所包含的就是菩萨道 上求下化了 成佛威力 这是上求 这是清虚 恭敬 自己的成就 决定没有丝毫傲慢之心 怎么成就的呢 是祝佛威神加持而成就的 这个话了 我们听起来好像是谦虚 实际上它是素食 无论成就大小 无不是祝佛威力的价值 祝佛要知道 这个理念包括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这是华言境界 情与无情同源 不但有情众生加持我们 无情众生也时时都在加持我们 我们对于这个四十真相 是一无所知 所以报恩的这个念头 捨不起来 如果了解四十真相 就知恩报恩 这个性德才能够兴起 下面这句呢 扑冠一切 诅咒神中 试宪宫殿诅咒神 他是诅咒神 这一个团体的代表 他代表出来说话 在没有说话之前 行礼的时候 也要照顾 每一个同胞 这是下话了 一个也没有漏实 上面 从上看 没有 遗忘了 一尊祝福 对下呢 没有遗漏一个众生 你们想一想 这个味道 我们说福 就要从这个地方 入门 从这个地方下手 我们再看 他的赞颂 第一手 是他的赞颂 福之如空 无有尽 光明照耀 便设法 众生 心心 悉了之 一切事件 无不如 赞颂 赞颂的意思 与朝行所说的 完全相应 这一位菩萨 在常行里面告诉我们 他到底发门 是普入一切事件 我们 我们必须要牢牢的记住 普入一切事件 我们在讲长行的时候 也特别强调 现在社会的多元文化 普入一切事件 诸位想想 这不是多元文化 是什么呢 佛的心 佛的知 是什么 诸位必须要知道 所谓佛心 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 所谓佛智 就是我们自己的决心 不是外面的 真心 没有妄想分别之主 所以真心 是无限大了 佛在经上 常常说 心报太虚 量州杀戒 这是佛心 佛这个字的意思 是觉悟 是觉了 觉悟明了 佛心 就是觉悟的心 明了的心 我们看到这些名词 看到佛 一切众生 他分别作相 看到佛这个字呢 就想到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作了相了 不晓得 不晓得 这个佛 佛是自信的 自信觉 自信智 佛是这个意思 佛心 就是我们自信的 觉心智慧 没有编辑 无畏不如 佛的身 是什么呢 我们要用大臣经的影像来说 心 就是发心 就是发相 如果诸位 透得这一观 那就恭喜你了 你是发生 菩萨 佛有三身 我们哪一个人 没有三身 蚊虫 蚂蚁 都有三身 发生 是平等的 在现前状况之下的 不平等的 不一样的 报生跟 应生 这个不一样 发生 永远是平等的 发生是什么呢 刚才我说的 发相 失控 发界 义正 庄严 那是发生 发生 菩萨 相信 肯定 是自己的身 自己的身相 发心 是自己的心相 那我们今天 是以什么为心 对 楞严经上 阿南说得很好 能分别 能想象的 把这个当作心 这不是心 佛在楞严会上 说得很清楚 这是什么东西呢 佛讲了一个名词 前尘 虚妄 像 像 我们众生 把前尘 虚妄 像 像 当作自己的心 你是错到哪里去了 六道凡夫 通通是错用了心 不但六道 十发界都没有能脱离的旺行 谁知道这个东西叫前尘虚妄 像 像 华严经上 这些人 全都是发生大死 他们已经把这个虚妄 统统摆脱掉了 所谓的妄想分别 执着 全都失掉 中文里面讲 明信 见信 过过都是明信 见信 过过都肯定 信是发信 像是发相 发相是什么 众生过土 我们学 学这是初步 不是究竟 怎么个学法呢 心 或虚空发尽 身 容过度动身 华严学派 他们修行用什么功夫呢 修法界观 那我试问问 法界观 观什么 总结起来 就这两句话 心 和虚空发界 虚空发界 是我的心 众生过土 是我的身 这个众生过土 的范围 是包括 近虚空变发界 是发界 一真状一 是我的身 身相 虚空发界 是我的心相 成坐如是观 就能 欺辱 佛经界 怎么还有分别 怎么会 还会有执着 有分别执着 错了 这是妄想 这个妄想 造成了六道轮回 让我们 生生世世 都出不了 三界 三界 牢笼 那么我说这两句话 究不究竟呢 跟主说 不究竟 但是对我们 现前修行 有一定的 好处 说到究竟的 我们做不到 我说的 我说的话呢 就像谭经里面 神秀说的话一样 身世 菩提树 兴入民进态 实实 情佛事 物实 也尘埃 这是 这个对我们很管用 我们能修 能做到 能大肆 那个四句虽然究竟呢 做不到 可是这是方便法 从方便去入真实 这就对了 没有方便 你怎么能去入真实 一定有方便法 才能够去入真实 真实 在此地就不必说了 前面 清凉大使 不解 相当丰富 苏根超 道配大使 很难得 都把它揭露出来了 而且揭露的很长 那么这个柱子 各位同修 自己可以看 我只是把经文的义趣 跟诸位说 第一句 是将我们自己 自信本具的 剥弱智慧 如同虚空一样 无穷无尽 自信本具 智慧如是 再告诉诸位 自信本具的得相 一副如是 什么叫得相呢 得是能力 世纪人常讲 本能 我们能力也如此 我们的瘾 如果你入了法界了 你真的 心根虚空喝了 身根发界融了 你六根聪力 你 静虚空变发界的思想 都能见到 如对目前 佛在经上 比喻说 菩萨 观察 摄放住 佛察图 如同手掌心里头 看暗摩罗果一样 那我们今天这个能力没有了 不是没有了 太小了 这一张纸 我们就看不见了 这叫有障碍 这障碍从哪里分的呢 妄想分别执着身体 如果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取经了 能力恢复 我们的眼见是虚空发界 而且见过去未来 儿的能力也如此 受放住佛讲经受法的音声 在空中就像电波一样 无量无边 我们想听哪个频道 这个频道音声就显起 不需要用机械 我们想看哪一帧佛的过途 那是光波 都能看得到 统统没有障碍 六根的能力全没有障碍 本能 现在我们叫神通 中国人叫特异功能 实际上呢 这是我们本能 智慧能力 下面就跟你讲 向好 我们通常在经上看到 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这世间人就很羡慕了 其实 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算不了什么 真正的向好 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 佛有无量向 向有无量好 三十二项 三十二项 列印身 这个地方苦恼的众生 认为有这几个项就很不错了 再说多了 他不能接受了 所以佛陀硬化在这个世间 自自然然就信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世间这个项 也含着有很深教学的意区 教学总立不开因果 华延津清娘大使 给我们叛教 说这个经里头 内容是五尘英国 这个 《妙撒莲花经》 一尘英国 这个都是 语言满的教学 它称为语言教 所以我们的向好 也是 无量无边 通通是 自信 本来之处的 所以我们读金干经 而金干经佛说得很好 读无量无边众生 而受无众生 他读着 这话怎么说 为什么读那么多众生 一个众生也没读 众生成佛 是他自己成佛的 是他恢复本难 诗加摩尼佛 诗加摩尼佛 决定没有丝毫意思 是帮助他成就 没有 诗加摩尼佛没帮助他 都是恢复他自己的本能而已 自己本能之外 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你加一点 这不可能 那么换句话说 也不可能有一个人 把你本能拿去一点 那也做不到 那么我们的自信的本能 包括了智慧 这个对能向好 这个三大类 都是不生不灭的 我们要晓得 要相信 要肯定 果然你相信肯定了 我们相信 你一定 寻求着 恢复你的本能 佛家教学没有别的 恢复 自己本能而已 那佛告诉我们 我们的能力 为什么会失掉了 这个道理要知道 这就是说 我们本来是觉悟的 为什么会迷了 什么道理迷的 几十年 提出这个问题 在论言会上 是富诺纳增政 这段话 在论言间 第四卷 佛大的好啊 本来没有迷雾啊 为什么会迷雾呢 知见 劣之 是无明本 福是业语道破 什么 什么叫知见 知见 知见 就是你的本能 你的本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坏在哪里呢 你在本能 你在本能里面 你自己要建立一个能 坏了 这就迷了 这个话 如果你听不懂的话 我换一个话讲 比较好懂 我自以为是 我觉得怎样 这叫知见 劣之 这个念头起呀 就把你的 智慧的能 变成了意识 学过为时的 朋友们 比较容易理解 变成了 见分 把你自信 本具的 像好 变成了 像粉 就变成 阿赖也的 见分跟像粉 诸佛说的好 一切 伐从心想身 阿赖也从这么来的 心想身出来的 阿赖也是心想身的 我们还用心想的方法 恢复我们的自信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用心想的方法 可以恢复到阿赖也 末后还有一贯 这个古德跟我们说的 死尽还原 这一关就透过了 可是这一关 非常非常难突破 迷的人想 突破这一关 不容易 突破这一关 挺久的 在教下 在教下叫大开元解 中文叫大吃大五 民心养心 真正的功夫 这用功的钢铃 佛说的好 我们常常读经 常常听经 但是总是把它疏忽掉 佛教过 叫这个修行人 叫菩萨 恒常保持 积极心心 心心积极 积耳长照 照耳长吉 这话我们听多了 怎么做法呢 什么叫积耳长照 什么叫照耳长吉 还是搞不懂啊 无量寿经上讲得更清楚 更好懂 他说了八个字 官法如画了 三昧长吉 吉根照啊 那个照啊 就是官法如画 吉呢 三昧长吉 心永远住在 极尽的境界 佛在经上 常常用镜子做比喻 这很好的比喻 你看镜子 镜子长吉 外面境界 照得非常清楚啊 镜子有没有分别呢 没有分别 有没有执着呢 没有执着 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决定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我们用心要像镜子 镜 显出 高的这个 趣味来 用心像镜子 即啊 这个镜子 比较不太容易 显示 再用个比喻 用水 水在没有风浪的时候 非常平静 这个水像一面静子 如果诸位去旅游 看到有小的湖泊 那个水很静 你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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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山光水 水导引在这个 这个 水的 境界上啊 特别感觉的美观 如果水要是动了 有风吹 它起浪了 它照得就 零零碎碎的 照得就不完整了 所以 水 容易 形式 极的 溢去 用心 要像水一样 所以我们供佛 这个供具里面 最重要的是供水 供水 不是佛要喝水 是让我们自己 看到水 我们用心 要像水一样 要干净 不要污染 要平静 不要起波浪 水 水 代表三昧 长吉 镜子 表 官方 如画 我们能常常这样用心呢 人会开智慧啊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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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夫 不减断 你看这个世间 所有一切现象 千变万化 都是假的 没有一法 是真的 你的心会很平静 金刚经上说的很好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 泡影 那个时候 没有电视 没有电影 现在有电视 有电影 我们可以把 所有一切现象 都看成是电视 是电影 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一心里头自然 不起波浪了 波浪是什么呢 好物 贪嗔痴慢 波浪啊 自然就没有了 心自然就平了 心自然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一切都清除 智慧 没有一样不明了 绝对不会把一样东西 放在心上 清净 水表 清净 平等 我们要这样用心 这个就是 福智如空 无有尽 不但智慧 无尽 得能 无尽 向好 无尽 光明照耀 便释放 这一句 是他起的斗 也使利他了 前面这个年句是智盗啊 后面年句是启用 迅人就是了 心心 习了之 了 是明了 abge 无尽 nada 设法界 姓相 离世英国 清清楚楚 隐隐白本 都在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法相讲啊 大远禁制 用禁来做比喻 大远禁 远是圆满 无所不照 照得清清楚楚 隐隐白本 心有没有动 没有动 有没有受到干扰了 没受干扰 禁止照外面所有境界 禁止绝对不受干扰 他还是干干净净 我们用心 要这样用法 决定不受干扰 受干扰是吗 主相就受干扰了 我们在这里 修学 一切都不做 为什么不做呢 因为是虚妄 他不是真实的 读错了 不但执着错了 你分别读错了 这一篇东西展开 大家都看得清楚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断断 别读错了 这是自信间 为什么 没有起分别之处 这是毛巾 你已经起分别之处了 你依旧落在意识里的修路 落在意识 凡复啊 这个道理 这个四十真相 中国古人知道 你看老子 一翻开 头一句话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他懂得 给他设个名字 假明 他本来没有这个名 我们这个人 生下来之后 父母给我们取个名 明月是假明 人家执着名字骂你 你这名是假女 这名不是我 你就不会生气了吧 甚至人家无辱你身体 神也不是我 你就平息了 神真的不是我 神是什么 我所有的 像衣服一样 衣服不是我 我的衣服 身体 我的身体 身体不是我 我的衣服你喜欢 我脱下来送给你吧 我的身体坏掉的时候 我再换一个身体吧 所以 没有好欢喜 射掉呢 也不会有懊恼 心永远保持在 清净平等的境界 这叫真心泄露 哇 众身心心泄露 众身包括自己 自己这个身体是众缘 活活而生的 心是指什么呢 妄想分别执着 一切众生 妄想分别执着 也是众缘 活活而生的 啊 众身的言语造作 还是众缘活活而生的 既是缘缘的 缘缘缘就是空啊 应缘所生发 档体 几是空啊 了不可得 啊 这是真实智慧 一切世间无不如 佛经上讲的一切世间 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说的 不同维次的空间 科学家告诉我 从理上来说 这个不同维次空间 是无量无边的 空间是无限度的 我们现在居住的空间 是三度空间的 那么他们讲的不同维次空间 就像我们今天在电视上 讲的不同的频道 在佛法里面讲的不同的世界 谢了之夜 就是空间突破了 不像我们呢 我们现在住三度空间 不知道四度空间的事 四度空间 不知道五度空间的事 他有障碍 他有障碍 为什么有障碍呢 你要晓得 这个空间从哪里来的 不同维次空间 从哪里来的 佛家讲这个法界 从哪里来的 都是妄想分别执着的 都所生的 一切事件是妄想分别执着 变现出的境界 如果你把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了 空无量无边的时空 你都突破了 你都没有障碍 这个时候 佛经里面给他说一个名词 叫一真法界 所以一真法界 等一切事件是一 不是二 这华语经上常讲的 一切一切 一切皆 一度不二 是真话了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去训练 六根葱立 样样明了 样样不能分别 不能止住 这叫用功 这叫用功夫 为什么呢 样样都是虚幻的现象 这个现象 现在科学家懂得 科学家知道 他也懂得 这佛法所讲的这些 这些四十真相 他们也承认肯定 这个世间一无所有 全是虚幻的 科学家今天讲 都是场的作用 这个场 是什么意思呢 整动频率的不相同 只有场 其他东西都不是真的存在 都是幻象 这个发现 发现宇宙人生的真相 跟佛经讲的 完全相同 科学家在近代 才观察到 但是他还不能够欺辱 你看佛法 至少 释迦牟尼佛 那个时代 三千年前 不但知道 而且欺辱 这个欺辱 就是我们一般人家的 正德了 佛法是正德了 我们也希望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纵然不能正德 要知道这个道理 这是法身大使们 所证的 华言经上讲 四十亿位 有法身大使 如果我们 聪明一点 我们也要努力去学习 我跟大家讲了 佛法里面的学习 没有之间 从初发现到如来地 天天在学习 学习什么呢 淘汰自己的 妄想分别之主 要把它淘汰近 学习佛菩萨 佛菩萨是我们的榜样 佛菩萨是我们的殿心 佛菩萨纯真无望 流露在外面 大慈大悲 善巧方便 大慈大悲是心 今天讲的爱心 从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心里面 流露出来的 爱心 就叫做慈悲 一种种的身相 以种种言语 以种种方式 帮助一切众生 救 帮助一切众生 恢复自己的信德 这叫方便 善巧方便 一切事件无不入 入一切事件 干什么呢 就这一桩事情 帮助众生觉悟 帮助众生回头 就这么一桩事情 这就是法华经上所说的 一大肆应验 一切祝福出现于世间 都是这一桩事情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 要学习 首先要明了 一年四十真相都不明了 你到哪里去学 首先要通达明了 然后才知道 我们应该如何去学习 今天这个经文 我就讲到此地